記得是鴨舌頭的蝴蝶鷹 Fan OK? OK?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蘇 歡迎收看第四十三集 夯犯署FQ 在我們的FQ點餐清單裡面 最多人敲碗要看的就是 美國股市 不管你是想要買美國的公司 ETF 或是你買的基金裡面 含有美股 還有啊 每天看到的財積新聞 都一定少不了美股的消息 因為美國和美元 目前還是地表上最強大的市場和貨幣 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超越 所以搞懂美股 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看懂更多財經消息 對學習投資以財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喔 不過跟台灣比起來 美國是一個相當成熟而且開放的市場 金融商品發展更先進 更多元更複雜 不過沒關係 財署最喜歡研究複雜的東西 再翻譯成白話告訴你 其實說到美股 最常聽到的大概就是這 543了 也就是台語的543 分別是五大公司 四大指數和三大市場 其實財經新聞每天講來講去 也都不外乎只有五四三啦 你買的海外基金或是美股ETF 裡面也絕大部分都是這543喔 我們要認識一個國家的股市 可以從交易市場開始 熟悉台股人都知道 我們有台灣證交所 和貴買中心這兩大市場 分別是上市公司 和上櫃公司股票交易的地方 而美股一共有三大交易市場 分別是紐約證交所 納斯達克交易所 和美國證交所 我們最常聽到的紐約證交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代號NYSE 它已經成立200多年 是美國歷史最悠久 也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的股票交易所 包括很多傳產啊 金融啊 運輸產業的大型龍頭股 一共有3000多家公司或ETF 在這裡掛牌上市啊 而且要在紐交所上市啊 條件是三大市場裡面最嚴格的啊 就像我們台股上市 要比上貴還要困難一樣 最特別是這個紐約證交所 直到現在還保留了人工交易制度 交易員啊 在場內拿著特殊的機器走來走去 好像在逛市場買魚 所以我們常在財經新聞 或是電影裡面看到的這個交易大廳 就是各家股票經濟商 和交易員買賣股票的場所 上一次有小尾巴問我們 股票市場在哪裡要怎麼去 這個問題在台股或許有一點可愛 不過在紐約卻一點都不奇怪哦 接著就是大名鼎鼎的 納斯達克交易所NASDAQ 它在1971年才成立啊 距離現在還不到半個世紀 不過它目前已經是 全世界最大的交易市場哦 每股最知名的蘋果 Facebook Google等等啊 一共有3400多檔股票 在NASDAQ掛牌 而且他們幾乎都是科技公司哦 這個NASDAQ跟我們台股一樣 是採用全電腦的自動撮合啊 所以它沒有實際的交易場所 只有一個象徵性的資訊大廳 位在時報廣場裡面 最後一個啊 則是代號AMEX的美國證券交易所 這個我們平常啊 就比較少聽到 它比較像我們台股的櫃買中心哦 在這裡掛牌啦 大多是中小型的公司 在1993年誕生的 全世界第一支ETF 也是目前為止 規模最大的ETF 叫SPDR 又叫蜘蛛 每股代號是SPY 它當年啊 就是在美國證券交易所 有掛牌上市的哦 那既然找到了 ETF指數股票型基金 就一定要認識 每股最重要的四大指數 也就是常聽到的 道琼、標普、納斯達克和貝伴 我們經常簡稱的道琼 其實叫做道琼工業平均指數 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指數之一 它包含美國最大最知名的30家公司 這一點啊 有點類似我們的台灣50 只不過道琼的成分公司 在100多年以前幾乎都是汽車、鋼鐵這種工業股 經過一個世紀的轉變 現在的30家成分股包含了 蘋果、麥當勞、Nike、高盛等等 早就已經跟工業沒有什麼關係了 而道琼也因為這個特殊的歷史淵源 直到現在都還是代表美股行情的重要指數 只不過現在美股光是前兩大市場加起來 就有3000多家的公司 道琼只用30家的表現來代表全市場 就經常被勾斃它的代表性不夠完全 後來在1957年啊 市場上出現了由標準普爾公司 制定的標準普爾500指數 這個就是我們常聽到的S&P500 它的指數成分包含了 美股兩大市場的前500大公司 比起道琼的30家更具有代表性 因此S&P500很快就成為美股第二大指數 常被用來當作美股的大盤 我們台灣很多投信發行的美股ETF 也都是追蹤這個S&P500指數為主 在學會了前兩大指數之後 第三大就是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它的成分包含所有在納斯達克市場 掛牌交易的股票 意思是說這個指數裡面 幾乎都是高科技公司 用來代表美國科技類股的行情走勢 所以到這裡 一般國際市場上會提到的美股 大多會集中在這前三大指數 不過在我們台灣 經常會再多看一個費城半導體指數 簡稱費半 會特別看它的原因 是因為半導體產業 對台灣來講實在太重要了 還記得我們整理過那一張 台灣50的成分股嗎 光是半導體就佔了將近四成 所以美國半導體類股的走勢 對我們的影響就很大 在這四大指數當中 費半的走勢 也是被認為跟台股大盤最相關的一個 在了解三大市場和四大指數之後 接下來就是五大科技公司 FAANG 分別是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 這五家公司的字母縮寫 Fan這個字原本在英文是指毒蛇 吸血鬼或是老虎的尖牙 這五家公司湊起來剛好可以拼成這個字 所以財機新聞常常說的尖牙骨 就是指這五家公司 他們都是在納斯達克掛牌 來跟鼠老師念一下 Fan Fan 記得是鴨舌頭的蝴蝶音 Fan OK OK 第一支尖牙 Facebook的臉書 大家一定都認識 美股代號是FB 這裡順便介紹一下 美股的代號主要都是由2到4個英文字母所組成 而我們台股主要是用世衛數字 少部分會包含英文字母 接著第二支尖牙是Amazon 也就是亞馬遜 代號AMZN 他最早開始其實是一家網路書店 不過他目前已經是全世界最大有什麼都賣的網路電商 前陣子有個新聞說 亞馬遜雇用了150位博士級的經濟學家 在幫他們做各種秘密研究開發 是全美國聘請經濟學家第二多的單位 你知道第一多是誰嗎 誰 美聯儲也就是美國的央行 有人說這些神秘的經濟高手 是讓亞馬遜在短時間內快速崛起的秘密武器 感覺好像可以拍成一部好萊塢電影 接著第二個A就是 Apple蘋果公司代號APPL 他的公司市值曾經在2018年8月突破1兆美元 刷新全人類的紀錄 是地表最大的一家公司 可是後來因為iPhone賣的不好 市值就又跌破1兆美元 最大公司的寶座已經讓給了微卵 我們根據彭博的最新數據 整理出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 第一名是微卵有9020億美元 第二名的蘋果現在只剩8790億 第三名就是剛剛的亞馬遜有8709億 前市民當中只有第七名的騰訊不是美國公司 而我們台股市值最大的公司台積電 目前市值大約是2060億美元 世界排名在第38名 接著劍亞股裡面第四支N 就是Netflix王菲代號NFLX 這是現在美國最熱門的影劇平台 喜歡看美劇的應該都很熟悉 Netflix在2016年的時候也在台灣上線 截至2018年底 Netflix在全球已經有接近1.4億個用戶了喔 最後一支建議就是Google 代號GOOG 但其實Google在交易市場上叫做Alphabet 英文是字母的意思 這是Google在2015年成立的一家控股公司 然後自己把自己併購 變成一家由Alphabet完全持有的子公司 因為Google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跨足的領域 除了搜尋引擎地圖 和你現在正在看的YouTube之外 還跨足到電動車機器人 甚至是投資基金和生物科技都有 範圍已經多到可以從A寫到Z了 所以他們才決定要在Google上面 成立一間叫做字母的控股公司 來整合旗下各個領域 並且改用Alphabet在美股交易 講完了五支間牙 美股和台股還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是他們沒有漲跌幅限制 也就是利多和利空的消息 幾乎可以在一個交易日就完全反映 不像我們台股會用連續好幾天的漲停或跌停來反映 第二個是美股的交易時段 是在美東時間早上9點半到下午4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晚上9點半到凌晨4點 東力時間則會晚一個小時 變成台灣的晚上10點半到凌晨5點 第三個差別就是交易單位 美股最低可以只用一股來交易 但是我們台股目前在盤中都還是以一張1000股為交易單位 最後我們再快速複習一次美股的543 並且把台股放在旁邊一起比較你就會更清楚 首先美股有三大交易市場 依照規模排列分別是納斯達克 紐交所和美交所 掛牌的股票就有6000多家 我們台股大約只有1600多家 四大指數則分別是道琼、標普、納斯達克再外加一個廢板 我們台股則有加權指數和貴買指數 而美股最知名的是FAANG這五大科技公司 我們台股則是台積電、鴻海、大力光這三大天王 最後還有美股的交易時間和交易單位、漲跌幅等等 學會了這些最基礎的國系上 將來再看財系新聞就會更容易理解了 當然美股除了FAANG 還有更多的是五花八門的ETF 有那種追蹤整個美國的、追蹤前500大的 還有那種追蹤整顆地球的ETF 槓桿行達我們台股頂多是正二、反一 美股還有那種正三、反三的 之後有機會我們會再繼續做介紹 接下來是FQQ時間 先測驗看看你到底會不會 第一題 美股三大市場當中 科技類股大多在哪裡掛牌? A.紐約證交所 B.美國證交所 C.納斯達克交易所 第二題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道琼工業指數 是由幾支成分股所組成? A.500支 B.30支 C.50支 最後一題 下列哪一個不是建亞股? A.Alphabet字母 B.Amazon 亞馬遜 C.Tesla 特斯拉 請作答 正確答案在影片下方的置頂留言處 趕快去對答案喔 以上就是這一集關於美股的FQ 這是一個投資理財的節目 每一集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 分享一個投資理財的知識 和你一起提高FQ 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幫我們按讚 還想看什麼主題可以留言點餐 也歡迎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夯番組FQ 我們下次見 掰掰